最近韩国的经济又出问题了 房价暴跌 全租房搞得一塌糊涂 房东跑路 房客遭殃 经济陷入一地鸡毛 民众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物质层面已然是让人在短期内看不到希望了 然而精神层面的打击更为沉重 韩国总统尹熙悦对美国近乎谄媚 对日本点头哈腰的态度 令整个韩国的民心和士气都极度低迷 所以现在的韩国不仅是经济出了问题 国民的信心也出了问题 这次陷入泥潭想要翻身 估计是不太容易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其就由自取 在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过程中 稍微有点远见的国家都清楚中国的崛起 是西方势力所难以阻挡的 即使不站队 也会选择采取中立的态度来做商官虎道 等形势明朗以后再做决定 而韩国却早早的主动把自己绑上了美国的战车 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在中美博弈中 他赌中国会输 而愚蠢的赌徒终究会付出代价 现在韩国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知道支撑韩国发达国家身份的产业 主要是芯片 造船 汽车 旅游等产业 如今自作孽不可活 这些产业一个个都走上了下坡路 先来说说韩国的芯片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对我们发动了芯片战 而韩国芯片产业中的储存芯片之前 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他们的三星和海力士都曾是储存类芯片的生产大户 我们从数据来看 2022年中国进口了4000多亿美元的芯片 其中存储类占比接近40% 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于韩国 今年5月份 我们因网络安全问题制裁了美光 这对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本来是个好机会 而韩国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非但没有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反而跟着美国一起来打压中国 真可谓不识好歹 当然我们能出手对付美光 也肯定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包括考虑到了韩国因素 所以大家看到了 在美企被赶出中国市场 韩企主动让出市场之后 我们的长江存储不仅取得了技术突破 也实现了量产 当然 长江存储大规模占领市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时候如果韩企来趁机与我们搞好关系 延缓长江存储扩张步伐的话 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 而显然他们并不懂得如何把握机会 以中国企业的性格实现技术突破之后 必然狂飙猛进 在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 定势势如破竹 到时候把存储类芯片打成白菜架 韩国怕是哭都来不及 当然现在他们就已经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了 2023年第一季度韩国三星电子营收下跌19% 利润下跌96% 这已经不是腰斩的问题了 而是脚脖子斩了 而且现在韩国芯片被大量砍单 产品大量积压 甚至相关的工厂不得不暂时停业了 事到如今 我只想说一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再来说说韩国的造船业 韩国的造船业曾经在世界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 他们的液化天然气船非常厉害 但里面有一个技术含金量非常高的英瓦钢 需要从法国GTT公司进口 所以韩国每生产一艘液化气船 就需要给法国缴纳1000万美元左右的专利费 而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已经成功建造出了国产船用的英瓦钢 也就是说制造同样的液化气船 我们至少比韩国能省1000万美金的专利费 这样一来 双方的差距就逐渐拉大了 所以这几年我们的造船业发展非常迅速 逐步占据了不少的韩国市场份额 2023年1月至5月 全球共108家船厂接货 新船订单累计540艘 3320.6万载重吨 其中中国船厂签约2032.9万载重吨 占全球市场份额61.2% 韩国船厂签约897.7万载重吨 占全球市场份额27% 相比于之前的风光无限 现在韩国的船企 只能说是处在苟延残喘的阶段了 除此之外 现在韩国的汽车行业也正被中国吊打 对外贸易也遭遇困境 甚至已经连续8个月出现贸易拟差 这在其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韩国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大不如前 之前大家对韩货的疯狂劲头已成为过去 而中国的产品则顺势崛起 韩国海关还因为来自中国的包裹量激增而爆仓了 所以综合各方面来看 现在韩国的处境可谓是四面处鸽 当然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估计韩国自己也没预料到 如果当初韩国果断地站到中国这边 或许我们还会少接一些单子 给韩国留出一定的市场份额 毕竟这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 但却足以让韩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但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说到底 韩国还是一个体量比较小的国家 其国内的能源匮乏 市场规模也十分有限 虽然之前经济看上去还不错 但实际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弱 而且就算韩国一直想抱美国的大腿 美国想的却是如何收割其财富 但政治小白尹西悦还一直对美国抱有幻想 甚至不惜充当美帝的马前足 结果自己先陷入绝境了 现在韩国的经济已经出问题了 后期中韩关系的变化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韩国 因为我们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 我们还是希望各个国家能共商共赢 更不喜欢与周边邻里发生剧烈冲突 韩国如果执迷不悟 那只能后果自负 当然现在韩国还会面临美国方面的压力 因为美国不想看到韩国与我们走得太近 所以接下来韩国会经历什么 我们搬着小板凳等着看好戏就可以了 不过大概率来看 韩国经济极有可能会陷入加速崩溃的漩涡 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之下 韩国即便是想要回头 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觉悟 后期韩国如果真的走向穷途末路 也没什么可惋惜的 这都是旧游自取 当然韩国这件事情也给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助纣为虐跟中国玩对立者 这就是下场 最近韩美举行了协同火力歼灭训练 以庆祝韩美同盟成立七十周年 大肆炒作中国驻韩大使言论 甚至表示要驱逐中国驻韩大使 韩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赌 在赌中美对决美国胜 赌在美国庇护下韩先会老实 中国会无奈 韩国显然赌错了 岂不知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做美国的朋友却是致命的 中国对布林肯越冷漠 中美关系越紧张 韩国人越开心 就在韩国准备开香槟庆祝时 中国最高领导人6月19日会见了布林肯 布林肯表示 拜登总统相信美中两国 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好双边关系 这符合美国 中国乃至世界的利益 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确定的议程 美方遵守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期待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 保持畅通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寻求对话交流合作 布林肯的话说得很好听 特别是重申了拜登总统的四不一无意 不管能不能履行 起码这面上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出去 全世界都听着呢 如果美方变卦不履行 那失信的是美方 这个结局 让等着看热闹的韩国心里拔凉拔凉的 中美关系都像好了 改善了 那还要韩国反华极先锋干什么 韩国原本从对华贸易中挣了不少顺差 现在可倒好顺差便逆差了 韩国最赚钱的芯片 美国还不能让它消往中国 美国的芯片补贴法案让韩国企业有苦说不出 不知韩国是否会迷途之反 否则它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你说它不是棒锤是什么 我没有教你 我凭着想 我有点点